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深刻中国的内容 拜登政府征收全面关税 贸易战加剧与特朗普的政策对比 美国总统乔拜登最近宣布了一系列 针对中国商品的新关税措施 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些关税措施被视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并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以下是对这一事件的详细总结 涵盖其背景 具体措施 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及未来展望 背景 自唐纳德 特朗普总统任期以来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一直充满争议和不确定性 特朗普在2018年和2019年 分别对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旨在打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这些关税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升级 并引发了一场持久的贸易战 拜登上任后 对于如何处理这些遗留下来的关税政策 他的政府内部一直存在分歧 一方面 一些经济顾问认为 这些关税措施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应该取消或降低 另一方面 来自工会和竞争激烈州的民主党人 则希望拜登维持甚至增加这些关税 以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和劳动力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 拜登最终选择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措施 新的关税措施 拜登政府的新关税措施 涵盖了多个关键领域 具体包括电动汽车关税 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至100%左右 这一举措旨在保护美国本土的电动汽车产业 抵御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 钢铁和铝产品关税 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从7.5%提高到25% 这一措施旨在支持美国的钢铁和铝业 应对中国廉价钢铁和铝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 太阳能电池关税 太阳能电池的关税从25%提高到50% 这一措施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 减少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 航运起重机关税 对航运起重机征收25%的新关税 以支持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型蓄电池和天然石墨关税 大型蓄电池的关税从7.5%提高到25% 天然石墨的新关税定为25% 这些措施将于2026年生效 此外 拜登政府还计划到2025年 将对中国半导体的关税翻倍 从25%提高到50% 这些关税措施涵盖了价值约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包括电动汽车电池 关键矿物和医疗产品等 政治影响 拜登的这些关税措施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政治讨论 前总统特朗普在得知拜登的新关税措施后 立即表示 如果他当选 将对在墨西哥制造的中国汽车征收200%的税 他批评拜登的政策 认为这是对其原先贸易议程的剽窃 并表示拜登在贸易问题上终于听从了他的建议 这表明 美国两党领导人现在都在竞相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立场 这已经成为一种建制共识 特朗普曾经孤军奋战 试图破坏两党对自由贸易的信心 但如今这一策略已被主流接受 拜登在贸易问题上面临来自民主党内部和工会的压力 一些来自竞争激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以及工会组织 一直敦促拜登维持或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廉价中国产品的影响 拜登在匹兹堡与钢铁工人进行的竞选活动中 也明确表示将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新关税 这显示他正在密切关注政治利害关系 尽管如此 拜登的经济顾问中仍有一些人认为 这些关税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拜登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 特朗普时期的一些关税是非战略性的 应该取消 然而 为了向北京施加压力 拜登政府选择继续实施这些关税 经济影响 拜登的新关税措施旨在支持美国的国内产业 特别是电动汽车 钢铁 铝合可再生能源产业 这些措施被视为美国政府在应对中国经济挑战方面的一部分策略 然而 这些关税措施也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 首先 这些关税可能会导致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增加 高关税将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 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 这一点尤其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等领域尤为明显 其次 这些关税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报复 中国商务部已经表示坚决反对美国的关税举措 并表示将采取坚决措施捍卫自身利益 这可能会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 拜登政府的新关税措施可能会影响全球供应链 由于美国对一些关键商品如电动汽车电池和半导体的依赖 这些关税可能会促使企业重新考虑其供应链策略 寻求替代来源 然而 这种调整需要时间 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供应链的中断 未来展望 随着2024年大选临近 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贸易政策竞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拜登的措施显示了他在贸易问题上采取的强硬立场 试图结合国内投资与对中国的执法 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而特朗普则表示 如果当选 他将采取更为激进的贸易政策 包括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至少60%的关税 并对每件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 这些贸易政策的竞争将成为2024年大选的重要议题 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对外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继续升级 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局势产生影响 总之 拜登对中国征收全面关税的决定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 这些措施旨在保护美国的国内产业 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然而 这些关税措施也可能对美国经济和全球贸易产生一系列影响 随着2024年大选临近 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贸易政策竞争将成为焦点 并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和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文章主要讨论了美国总统乔·拜登 最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的一系列新关税措施 并从历史背景、具体政策、政治和经济影响 以及国内外反应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详尽分析 这些关税措施是继前任总统特朗普的对华加征关税政策之后 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重要转变 特朗普曾为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促使中国改变其被视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对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而拜登上任后 虽然其政策团队对于这些关税政策有所分歧 但最终选择了强化这些措施 具体来说 拜登总统的新关税措施主要包括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至100% 钢铁和铝产品关税从7.5%提高到25% 太阳能电池的关税从25%提高到50% 对航运起重机征收25%的新关税 以及对大型蓄电池和天然石墨分别从7.5%提高到25%和新设25%的关税 此外 政府还计划在2025年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半导体关税 从当前的25%提高到50% 这些新的关税措施旨在保护美国本土的产业 降低其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 然而它们可能会导致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担负更高的成本 引发中国的报复以及影响全球的供应链 同时对于拜登政府的这一决定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提出了剽窃原政策 并表示了更激进贸易政策立场的批评 眼下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 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竞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这也将成为公众关注焦点之一 随着竞选活动的展开 这两个强硬立场的互相竞逐 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对华政策 以及全球贸易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贸易逆差,又称贸易赤字 是指一个国家的进口额超过其出口额 由于进口份额较大 国家需要使用其储备的外汇 或者贷款支付这部分逆差 长期的大规模贸易逆差 可能会导致货币贬值 引发通货膨胀 甚至导致经济危机 在这篇文章中 特朗普提出高额关税政策 是为了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这是他对华贸易政策的核心部分 然而,这一政策并没有实质性地减少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结果是,商业活动被扭曲 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受了更高的成本 然而,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税政策 拜登政府内部存在分歧 他的经济顾问认为 关税增加了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 可能会引发通胀 但在压力下 拜登采取了更强硬的对华关税政策 尽管这可能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的经济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贸易逆差问题将继续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焦点 关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 对进口和出口商品进行征税的经济政策 关税通常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对某一定单位商品征收的税款 成为单位税 另一部分是按商品价值的比率征收的税款 成为比例税 关税主要用于两个目的 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者的压力 以及提高政府收入 在全球化的今天 关税在一些情况下 可能会对国际贸易造成阻碍 引发贸易战 例如 文章中提到的美国总统乔拜登 针对中国商品实施的新关税措施 这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些新的关税措施 在短期内 可能会对中国对美出口产生一定影响 但同时也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上升 然而 关税也是各国政府调控经济 保护国内产业 平衡贸易逆差的重要工具 在这篇文章中 拜登政府提高对中国一系列商品的关税 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国内产业和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这些措施可能会引起中方的反应 可能会加剧中美贸易紧张 但也可能会使美国的一些产业得到发展 关键在于 关税政策需要慎之诱慎 必须平衡国内产业的保护需要 和避免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 不恰当的关税政策可能会产生负面的连锁反应 不仅无法保护本国产业 反而可能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损害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总结来说 拜登政府的关税措施 被视为对中国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旨在保护美国的国内产业 免受外国竞争的压力 然而 这些措施可能会导致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上升 引发中方的报复 以及干扰全球供应链 在竞选活动中 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贸易政策竞争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成为2024年大选的重要议题 这将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对外关系 产生深远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 可能会继续升级 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局势产生负面影响 关税政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平衡国内产业的保护 和国际贸易的顺畅 关税应该是慎重使用的工具 以避免不必要的负面后果 让我们期待未来的发展 并继续关注这个引人注目的议题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